市政府今日承认市长白思豪在度假期间 搭乘纽约市警方的反恐小型飞机往返纽约市 外界质疑他有滥用公款之嫌 白思豪本星期一起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度假 但昨日仍返回纽约市出席一名训职机员的街道命名仪式 再返回蒙特利尔 但之后就被纽约邮报揭发 使警方驾驶反恐小型飞机接在他往返两地 报道指该小型飞机价值300万元 由联邦出资三分之三 纽约市出资四分之一 平时用来进行高空巡逻 调查驶入纽约市的船只是否有雷射超标 从中搜查是否有炸弹 报道也引述警方消息指 此次的行程开支都要几千元 认为此次的安排并不寻常 到今日市政府承认报道属实 并指飞机早上9点几抵达蒙特利尔 接走白四豪 到下午4点几已经原机载着白四豪返回蒙特利尔 不过市政府未有解释安排的原因 白四豪将于下星期日结束度假返回纽约市 黄后区的Almers市民 连同当区医院的医护人员昨日举行集会 反对在医院附近兴建大型的商场和私人住宅 以免附近的交通阻塞问题进一步恶化 延误院方救援 有地产商申请改化土地用途 在82街Infaco Street和Baxter Avenue的三角地带兴建公寓大厦 提供120个单位以及大型的商场设施 与当区的市立医院只是一节之隔 当区的4号地区委员会原本在今年3月 一致否决改建申请 不过该地产商其后增加大厦的可负担房屋数目 最终得到皇后区长凯茨支持 纽约市城规会下星期一将会表决有关的改化申请 当区居民昨日便连同市立医院的医护人员 一同反对兴建有关项目 指出医院附近的马路都是较窄的单行道 通常都会出现交通阻塞 救护车平时已经要塞车5至6分钟才能进入到急证室 他们担心一旦在兴建商场和大型公寓大厦 将会令医院附近货车上落货 双重泊车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为了保障当区市民的性命安危 他们要求有关发展商寻觅地点兴建住宅 纽约州车辆管理局表示 由2020年10月开始 现有车牌将不能再用作身份证明 去搭乘内陆飞机航班 提醒市民要及时更换 国会2005年通过法案 录注更换全国的车牌和州身份证 以加强飞机安检 纽约州由上年10月已经开始发行 有全新Real ID验证标签的新车牌和身份证 车辆管理局表示 现有的旧车牌和身份证到2020年10月之后 虽然依然有效 但已不能再用作搭乘内陆飞机 市民需要使用其他的证明文件来验证身份 当局提醒市民 如果想继续用车牌和州身份证来搭乘内陆机 就必须在期限前 向当局申请更换新的车牌和州身份证 另外当局也提供加强版的车牌供市民选择 让市民可以用来出入境加拿大 墨西哥以及部分加勒比群岛 但费用就会多30元 州长库默昨日回应表示 不会归还总统川普过去捐给他的64000元选举捐款 库默在2001至2009年出任纽约州总检察长期间 曾收收现任总统川普合共64000元的选举捐款 当时川普仍是民主党人 未转投共和党 近日另一名州长候选人利逊便经常借此攻击库默 批评他曾经收取富豪石油商的政治捐款 认为川普曾经捐款给他也不出为奇 库默昨日在布鲁克林的Brunsville 宣布兴建新医院的同时 也回应利逊的批评 强调不会归还有关款项给川普 但会依然大力批评川普 另外 利逊昨日也正式取得布鲁克林的Bushwick市议员雷诺索的支持 并一同探访当区一间中学 雷诺索也是在本星期内第二名支持利逊的市议员 布鲁克林的Balfour Stephenson 近日清晨发生警匪街头拨火 有警员中枪 但没有生命危险 枪手之后被捕 事发于Folden Street加Tom Paine Avenue一带 今朝6点半左右 三名便衣警员驾车来到当地 准备采取拘捕行动 但在街上发现拘捕目标 现年33岁的男子史迪曹 结果及时追捕对方 警告他举起双手投降 就在此时 史迪曹拔枪向警员开了6枪 射中其中一人的腿部 警方之后还火 也射中史迪曹的右手 不过史迪曹依然一度成功手甩 但最终落网 受伤警员之后送院情况稳定 警方表示 史迪曹过去有超过10次的被捕记录 并两次入狱 曾干犯家庭暴力 袭击 严重骚扰 无牌驾驶等罪名 一名女子在布鲁克林的皇冠高地 手持点燃的烟火向土人发射 现正被警方通缉 近日社交网站有一条热传短片 显示一名身穿白色裙 头戴白色帽的女子 在靠近Sendron Place的一段 Nostrand Avenue 手持俗称龙土猪的烟火 但并未向天发射 而是向土人发射 令街上的人慌忙走壁 警方表示 已经留意到该段影片 正式事发于本星期一晚11点 宪政通缉该命女子 呼吁市民如果有线索提供 可以支点她们的扑灭罪行热线 800577 8477 每年国庆都是市民自行放烟火的高峰期 不过警方强调 在纽约市擅自放烟花烟火属违法 并容易造成火警 警方在本星期前后 已经在民间充公了大量烟花